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梅视角,我是韩梅 今天是2020年2月5日,星期六 本来呢,我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但是呢,我就刚才跟着看手机,看新闻的时候呢 我发现这个新闻,我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呢,都完成了,然后都换装了,然后换成了这个睡衣 请大家不要介意啊 其实什么睡衣和正装不就是个衣服吗,对不对 就夹了一个边了,就成了那个只能是睡觉的时候穿了嘛 就不能穿到外面去了 好,请大家原谅啊 现在这个,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新型冠状病毒,这个病毒还没去 现在呢,又面临着一个新的危险 是一个什么危险呢,就是这个蝗虫 你有没有听说,在非洲最近呢,发生了蝗灾 现在的蝗虫呢,没想到这么快就要来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我们来看 这个题目是,蝗虫来袭,预警 四千亿只蝗虫已经到达中国边境 这个作者呢,叫爱科学爱自然 是在头条,今日头条里面的 如果你想看原文的话呢,你可以到那里去找 我发现有的网友啊,可能也是跟我一样是做自媒体的 所以呢,他们也想知道 看到这样的文章呢,可能也想学习学习啊 或者转发一下之类的啊 如果你想用这篇文章的话呢 它是在今日头条 作者呢,叫爱科学爱自然 题目是,蝗虫来袭 感叹号,预警 骂号,四千亿只蝗虫已经到达中国边境 2月11日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叫FAO 向全球进行了预警 称希望全球高度戒备 现在正在肆虐的蝗灾 防止被入侵国家出现粮食危机 据悉,本次蝗灾始于非洲 然后呢,飞过红海 进入了欧洲和亚洲 目前已经到达了巴基斯坦和印度 这是我们的两个邻国 据中国可以说呢 是一步之遥 蝗虫所到之处只能用惨烈两个字来形容 从FAO统计的数据来看 这一次的蝗灾对农作物的破坏力 是东非地区25年之最 是肯尼亚70年之最 而索马里和爱塞俄比亚 直接宣布农业生产完全停滞 数百万人生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 FAO副总干事 马里亚发出了最严厉的警告 各国必须立即联合采取行动 蝗虫不会等待 它将铺天盖地而来 并制造毁灭性的灾难 真的挺可怕的 在电视上看了 就邻国巴基斯坦和印度而言 两国也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巴基斯坦遭遇了非洲蝗虫与伊朗蝗虫双虫入侵的打击 创下该国27年未见的蝗灾 巴基斯坦官方表示说 蝗虫目前每天破坏约为3.5万人的口粮 如任其发展 国家将会无粮可收 为此呢 巴基斯坦已经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动用了数百架的飞机进行这个喷洒农药和驱赶 而其中一架飞机在作业时不幸在拉西姆亚尔汉坠毁了海 尽管面对了如此大的蝗灾 巴基斯坦在本次武汉新型冠状肺炎的疫情中 仍然第一时间无偿向中国捐责了30万只口罩 6500套防护服和8000副医用手套 可谓是患难见真情 不愧是霸铁 印度和巴基斯坦呢 一样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根据印度拉贾斯坦帮财政部长的说法呢 有4000亿只蝗虫袭击了该帮 导致大量农作物被毁 并且有向其他的帮蔓延之势 而该帮驻扎的70万印军因粮食被吃光 不得不撤军 这也直接缓解了巴基斯坦的压力 印度有学者预测蝗虫将造成印度30%到50%的粮食减产 这极大引发了印度政府的担忧 印度总理莫迪更是主动向巴基斯坦伸出了橄榄枝 请求停战 巴基斯坦和印度呢 作为中国的邻邦 其境内的蝗灾对中国是否存在着威胁 又如何防御和治理 是现在需要关注的一个重大的问题 为此呢 中国科训采访了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 河北大学生命科学院 广东省科学院生物资源与应用研究所的相关专家 就有关问题做了回答 这几方面的专家 问 目前巴基斯坦和印度的蝗灾会不会对中国造成威胁 专家答 飞黄全世界有七个亚种 中国成见的呢 有三个 东亚飞黄 亚洲飞黄 和西藏飞黄 目前在非洲发生的蝗虫呢 应该属于非洲沙漠黄 在我国历史上还没有记载 非洲沙漠黄对中国造成重大危害的记录 最近网上的消息说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蝗灾来源有两个 一个是非洲的沙漠黄 第二个呢 是伊朗 伊朗呢 有可能还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非洲沙漠黄 第二个呢 是本地的地中海飞黄 从文献和历史上来看 我国的压力不太大 但是呢 气候和环境的变化 以及非洲沙漠黄 它的生物学习性 是否已经有改变 需要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问 您认为在什么条件下 印度的蝗虫会入侵中国 哪个地区最有可能被入侵 回答说 目前非洲蝗虫 从印度直接进入中国的可能性不大 因为蝗虫的生存条件 在中国并不完全具备 同时中国也拥有地理上的天然屏障 那就是喜马拉雅山吧 但是我认为也不能掉以轻心 我国云南曾有非洲沙漠黄危害的记录 因此要密切关注印度蝗虫的千飞路径 以及是否有新的本地重源参与 如果它们继续朝东到达了缅甸 这样极有可能对我国及泰国老挝越南地区造成直接的威胁 问 中国有没有可能也发生大面积的蝗灾 专家回答 中国历史上蝗灾频繁 危害极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的关注蝗灾的问题 我国科学家协同公关基本解决了蝗灾的危害 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大的蝗灾 全国各级植物保护部门也建立起来了比较完整的监测与防治系统 这是一个基本的保障 但是飞黄造成灾害的基本条件是要有适宜的生存和繁殖环境 这是虫口激素的基本保障 往往在气候与雨水条件适宜时容易爆发 所以限制蝗虫滋生地的存在是避免蝗灾爆发的关键 这也是我国蝗灾治理的经验总结 值得注意的是 随着农村城镇化的快速发展 一些土地撂荒 环境治理之后导致了杂草丛生 这些成为蝗虫理想的生存之地 这是我国蝗灾发生的风险所在 问各国面对突如其来的蝗灾为何会束手无策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蝗灾的发生和害虫本身的生物学习性关系非常密切 也与当地气候与生态关系非常密切 蝗灾性的害虫的繁殖力非常的强 一旦发生虫口密度异常之大 几亿甚至几十亿成群的蝗灾危害 它们的飞行能力极强 实性杂很难有有效的防治办法 目前沙漠黄的成虫寿命很长 最多可以生存一百多天 以上的这些特性给防治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最有效果的办法就是对滋生地的严格管理与封锁 减少虫口密度 避免造成灾害 这是关于蝗虫的这一篇文章 以及它里面跟那些专家的问答 就是所有的内容 在这里呢我就是想说 中国应该重视这件事情 无论呢这个专家说他会不会来 无论说我们的气候和地理环境适合不适合他 还有呢我们就是有没有那喜马拉雅山脉来保护 也一定要做好准备 千万千万不能再像这一次的新冠病毒一样掉以轻心了 千万不能像这一次的专家所说的可防可控 让大家呢就放松了警惕 一定要未雨绸缪 哪怕他有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你都要做好准备 说你做了准备他没来 你这个准备呢也不算你白做了 没有白做的准备 有一句话不是说吗 从战略上藐视敌人 从战术上重视敌人 还有一句话呢叫不打无准备之仗 对不对 这个仗不一定打 但是呢你一定要准备好啊 对不对 你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呢 二月份严重了过去了 已经耽误了将近两个月了 三月份可能也够呛了 三月份再耽误了 这一个季度就过去了呀 对不对 这个GDP的增长 四分之一的机会就已经去了 已经就减少了四分之一了呀 25%啊 多大的一个数字 对不对 如果三月份呢 还不能全面的复工复产的话 那就非常的麻烦了 就算是三月份过后 四月份能够复工复产 如果到那时候突然 这蝗虫就来了 让你颗粒无收 那你就完了 真的是完了 所以呢 一定要做好准备 但是呢 也不知道这玩意儿 怎么个准备法 我在电视上看到 非洲那边 那个蝗灾来的蝗虫一片 怎么办呢 我看到他们那些人呢 就是在那拿东西 在那赶 靠人跟那赶 那哪有用啊 刚才看到巴伊斯坦 他们就出动飞机来撒药 对吧 来撒药 以及驱赶 我刚才在网上呢 看了网友留言 说有一个办法 就是发动那人呀 每个人都拿一个火把 蝗虫来了以后呢 到他们那个蝗虫的群里面 然后就拿这个火把 就那样挥动 那火只要是粘到他那翅膀上 他那翅膀就完蛋 只要是蝗虫 他那个翅膀失去了 那他这个飞行的梦想 就算碎了 就飞行梦碎于中国 我觉得这个呢 对付上千亿的蝗虫呢 可能威力也不会很大 我也不知道 反正总之呢 我觉得希望中国这次一定一定得重视这件事情 千万别轻视了 千万千万别像这次的新冠肺炎一样 那个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 高峰 他几年以前就遇见说 SARS再也不会发生了 结果呢 现在发生了 他倒不是跟SARS一门一样 对吧 他也是同一个家族的呀 就算是跟他不是同一个家族的 他也是毁灭性的 对不对 哪能那么轻率的下结论呢 说他不会发生 你怎么知道啊 就是自然的不发生 那如果是有人给你投毒呢 你能保证吗 不会发生吗 是不是 然后呢 明明的这种事情 说实在呢 专家我就不明白了 那个张继仙 他为什么 他就能看到他的重要性 你们专家都到31号来了以后 反而是不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我觉得这个失误实在是 我觉得这个失误呢 实在是后果太严重了 负担不起这个失误啊 好 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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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